第一個 再生能源還是有機會 不管怎麼樣它有受限 但是我需要 第二個 儲電 儲電的需求會很大 第三個 我需要有節電 節電的需求會很大 甚至核能一些比較小型的核電 琢磨在這些公司 而且有競爭力 不是只有有這些業務 有這些投資 而是它有競爭力 這些公司應該